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信达实业吴俊怀总经理 感谢信达实业吴俊怀总经理 感谢达成银行孙岳生股市 感谢华美烟草公司周贤总代理 感谢永豪实业沈家昌老太爷 感谢沈老太爷 感谢沈老太爷 慷慨相助令人钦佩呀 我一个老头子不懂政治 鸡川社长远尽一笔之力 那我们这些人应该更是一不如此 知音来学啊 皆是沈老太爷 三生有幸啊 过去啊过去 好 福建 沈家根本就不可能跟我们合作 况且这次沈家下了这么大手笔 他们一定是有目的的 你以为我们到上海来就没有目的吗 可是福建 我跟沈文杰等着一向不谋 如果我们接受了沈家辞去 恐怕会一火上升 这钱我们根本就不能要 你以为把钱吐回去 就这样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你会把它看不见 沈家达说 沈家达说 沈家达的沈家达说 沈家达说 沈家达好 沈家达说 刚才是我失礼了 请你原谅我 你带一句 打败敌人的方法有很多种 首先 你要学会把敌人 编成我们的朋友 为我所用 沈家在上海滩的势力很大 他愿意主缝接近我们 我们何不来个顺水推舟呢 有些事情他们出面 比我们出面 方便得多啊 父亲说得是 可是父亲 沈文杰当然 根本就不可能替我们指挥 他一向对高汉唯明失从 我甚至都怀疑 天荒青天的爆炸 就是他们干的 咱们的败 相医者 哎 哎 你跟吉川一南向来不对付 你不能转变得太大了 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得感觉是那种 不情不愿 是沈老太爷逼你去的 你就放心吧啊 他们眼儿俩给我们摆鸿门宴 我沈文杰也不是省油的灯 对付顾一南那小子 我有的是这儿 你老大让他面顾一南 顾一南的 他还以为你诚心皆短呢 你们没觉得这吉川太太 对林天正挺感兴趣吧 林先生 印象可好啊 老您挂您 其实我觉得也奇怪 你说他喜欢京剧吧 可是我觉得他对京剧 并不是很内行 可是我觉得吉川太太 这个人还挺温柔的 说话丝丝闻闻闻的呀 我觉得呀 人家不是看戏呢 人家是看人呢 有了 但吉川藤也呀 归我对付 但吉川夫人 归林天正你对付 文杰 赶紧去准备一下 但是我要嘱咐你一句 一定不能轻视吉川一门 是 来 许老大爷 敬你一杯 请 这是 我专门从日本 带来的关系清酒 这年纪大了 喝不惯烈酒了 老大爷 你不要小看这种酒 清酒讲究的是 入口绵软毫无酒味 但它是一个温柔的杀手 过一会儿 你就会知道它的厉害 我家里呀 也收藏了几十年的老花雕 这改制 我请社长和夫人 到我府上一聚 让您尝尝 我的老花雕有多厉害 说起 日本清酒的制造工艺 是从黄酒而来的 由此可见 终日之间 渊源流畅 是不能割断的 我这次来 是为了结交善缘 推广东亚共融 我看得出来 神浪太爷 是一位英雄豪杰 以后 还请神浪太爷 多多帮助 过前 过前 文杰少爷 不知道 那你是在哪里勾救啊 我无业游民一个 只负责吃 喝 玩 乐 好好说话 我这孙子 从小是让我惯坏了 什么都会 又什么都不想做 让他做生意 他嫌麻烦 神浪太爷 也过千了 文杰少爷 曾经在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 我想不是平凡之辈吧 我这个孙子 就喜欢武枪弄棒的 前几年 非要去当兵 结果没干几天 嫌辛苦 打道回府了 哎呀 什么时候 我能看着他出人头地 那我到九泉之下 跟他父亲也就有交代 爷爷 您看您又来了 您怎么老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啊 我不是说了不跟您来 您非得拉我来 我让你出来学学经商做人之道 这有什么不好吗 难道你就这么 那吊儿郎当的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身家家大业大 我想 文杰少爷 将来 他一定是要有大作为 来 我敬您一杯 不许动 少量 这 是 您家迎宾的方式够别致的 还得崩两枪住兴吗 你呢 这是我请来的贵宾 把这放下 不懂礼貌 不请 我们刚刚得知情报 天皇庆典那天的爆炸案 就是这小子 和高汉他们几个人干的 不许动 想您乃直书达理之人 没教过您儿子 怀疑人需要证据吗 自己丢人现眼 这事要拿我找回面子 执文姐 还敢讲这 这样 你承认了 我留你一条命 好 既然 这么肯定是我干的 我无需多变 秦川先生 这儿是您家 要杀要挂 随您便 好 秦川先生恐怕有些误会 我们都是生意人 只是 要想在上海滩得一席之地 那是三教九流都得交往 至于什么党派之争 那不过 都是为了利益 无所谓跟谁是一伙的 对我们来说 只有钱跟我们是一伙的 如果过去文杰 跟秦川先生有什么过节 那也是年轻人间 意气用事 沈老太爷 恐怕现在这件事情 跟意气用事 没有什么关系 即使不是意气用事 秦川先生要治罪 那也得拿出证据来 今天我们祖孙俩 是来赴宴交友的 如果心里有鬼 那我们可以不来 难不成秦川先生 心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才这么对待客人的 沈老太爷 这番话讲得太紧闭了 在上 严上 天惊地义 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和沈老太爷 好好地 谈一谈做休息 放下 沈老太爷 既然我父亲都这么说了 那打扰我 沈老太爷 那我也先 告辞了 一楠 一楠 敬您一杯 这秦川老家伙不知道在玩什么鬼把戏吗 让我爷爷当名誉会长 这两个人怎么可能搞慈善呢 一定是拿这个当广子呢 哎 对了 要不然我再仔细查查 别着急 沉住气 如果我们现在主动的话 会让他们怀疑我们 那小子没把你怎么样吧 他敢 我说死他我 他们爷儿俩给我们演双簧 我沈文杰什么阵势没见过呀 吓得住我 看来这吉川藤野夫子俩 很难相信我们 如果他们想跟你们家老太爷合作 肯定会考验我们 甚至会派人盯着你们 这样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减少见面 这个吉川一南 知道文杰跟咱们的关系 即使是咱们这样的话 也很难打消他的顾虑 对 队长 那老家伙还问我 我干什么 我说什么都没干啊 只负责吃喝玩乐 你就负责吃喝 因为 别的也不会啊 哎 不然林天正 你笑的什么意思呀你 哎 发生什么意思呀 这俩白痴 跟踪技术也太烂了 行了 咱们这俩白痴 我说节奏 装像点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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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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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 哎哎我说你一个女孩家家的跟我一个大老爷们拉拉扯扯的 你不怕被人笑我呀 哎 你什么意思啊 你成天不回家 你什么意思啊你 还在外面玩野了吧你 我 我这是 帮我爷爷巡查业务 我 我这是 还好意思说 你们是你家多少业务啊 怎么非得去歌丁舞厅夜总会啊 这女人哪儿多 你往哪儿钻是吧 怎么着 吃醋了 哎 这谁吃醋了 我跟你说 你看看人家天正 你看看人家许松 哎 你说你怎么成天 不干点正事呢 我这就是正事啊 我这天天巡查业务的 我多累啊我 啊 我得劳逸结合呀 你懂不懂啊 再说了 少跟我提他们俩啊 他们俩到处骂我 背叛兄弟义气 我 要 要 要跟我一刀两断 我怕谁呀我 上海滩我兄弟多着呢 没谁 地球照样转 行行 行 别吹了 安静 上哪儿了 我够含交代的 那个 其实应难知道咱俩的关系 你老不露面的话 他会怀疑的 这个成天花天酒地的啊 今天是我生日你都忘了 哎呦 你这 瞧瞧我这猪脑子 我 我真该瞅 你说我怎么把这么大事给忘了 不不不不 走 我请你吃大餐 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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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寒在俱乐部等着咱俩呢 高寒在俱乐部等着咱俩呢 得把他们甩了 这事好办啊 怎么办啊 走 沈少爷我请你吃 全上海滩最贵的牛排 弄 弄坤 弄坤 这点心才让观众满意啊对不对 你看这夜色风高的 还下着小雨 咱给他来一个爱情心 走了 请你吃好吃吧 好啊你 干跟踪 你 你跟踪跟踪 我一看你呢 不是 什么好 好人跟踪 我打死你们 你们两个超龙猫 全五流氓 打死人了 不是他们两个 打 打错了 哎呦 不是不是 对不起啊 对不起二位大哥 二位大哥 对不起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误会啊误会 这真是误会 你听我说啊 最近吧 有人看我媳妇长得漂亮 他们图谋不轨 小小心意 请二位收下啊 买点酒吃买点酒吃 好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走走走 看二位大哥 眉情目秀一看就是好人啊 好人 队长 这吉川一南盯得这么紧 难道 他们真要跟沈家做生意 这吉川腾野 刚刚到了上海的需要靠山 这一次 算是一个机会 队长 我回去了 哎呀 这几个都在呢 哎 我跟你说呀 哎 是不是我给你天天的 怎么样啊 金哥想天啊 我跟你们说啊 这天天吃喝玩乐吧 也够费体力的 看见没 得了便宜还卖乖 哎 还说我 你试试去 你以为我是你的 唱戏的 我发现啊 这演戏吧 也不是什么好菜式 累得我这腰酸背腾 嘿嘿 小卢 要不你给我捶两下 来来来 我捶死你 哎 你干什么呢 你怎么也是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还会呢 哎 队长 哎 你们聊你们聊 继续啊 就是 哎 队长 这两天啊 我在兰西区院唱戏 这吉川夫人呢 每天必到 但是呢 他也不跟我说话 开场就来 演完就走 嗯 你说他要是监视我吧 也不像 真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呢 我不是早说过吗 哎 那两娘们儿是看上你了 一点正经就没有 哈哈 嘿嘿嘿嘿 哎 对了 陈姐姐 这个 集川等也跟老太爷爷最近没联系 没有 哎 不 队长 我听我爷爷说 这个集川老家伙 想把这善款 换成黄金 哎 对了 青帮最近也在弄黄金 国民党在弄鸦片专营 现在弄的青帮也没有货源了 可是现在吧 又冒出什么 热和土 唯一的要求呢 就是拿黄金 换鸦片 这热和土 一直属于关东军管人 难道 日本人又开始和青帮联合起来贩卖鸦片了 这个集川腾也不要黄金 日本人卖鸦片也指定要黄金 那难道这之间有什么巧合 这样 小如 你到青帮去打探一下 他们跟谁换 热和土 好 文杰 你去跟老太爷说一下 尽可能地让老太爷 跟集川腾也保持联系 走近一点 好 我这边去姚哥那儿 看看他那边有什么进展 好 先吃饭了 你再给他们打两碗粥 好 去吧 吃饭 吃饭 等着去吧 饿死我了 快这儿 吃饭 买包 买包 小孩 保持给我看看 保持给我看看 给我 我看看 快点给我看看 你 你 干什么 松开 这男子这小子真是油眼不识金讲语敢跟我斗 这 这哥 我看没人跟踪咱们了 这两天应该可以放松放松 这两天可把我吓坏了 干什么呢 你给我看着 这帮王八蛋 光天化日之下也太嚣张了 哎 你干嘛去啊 我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中国人 杰克 队长可说了 不让你在外面什么事 你这冲过去 街上都是老百姓 看见了出大事了 瓜瓜 你怎么一脸正义咱的 啊 他们平时欺负咱老百姓 你这冲过去 就说了 连个孩子都不放我 我文桃武略天下豪杰 这事我要是不管 我好什么钱 别别别别散开 哎呀 这孩子 我这孩子这么大呀 你没事啊 受伤没有 来 这吃的你拿着 我叫你 我叫你 这几天是文杰每天都会去 五厅叶总辉之类的地方 有的时候 他那个贴身随从跟着他 有的时候他自己 就是昨天晚上 被一个女人给带走了 那个贴身随从 应该是他的四大天呱呱 和这个人 没有任何攻击性 可以忽略不计 那个女的长什么样 二十多岁的年纪 挺漂亮 不过好像是文杰挺怕她 后来我们跟到了春景路 夫乐坊附近 唐小胡 父亲 这个女的叫唐小如 是何一堂的堂主 副乐坊也是何一堂的地盘 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 就他们俩 沈老太爷最近在忙些什么 白天去公司晚上回家 还有一些应酬 没什么特别的 是 下去吧 是 夫姐 我来帮你 白天 夫姐 我总觉得 他们接近我们好像没有故事 而且 我总感觉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是在伪装 余娜 我知道 也和他们之间呢 是有私人的恩怨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你潜伏的身份才会暴露 但是 年轻人呢 学起旺盛 难免会不甘心失败 你呢 不要忘记了 我们是要寻找的一个挡箭牌 他们会自动地找上门来 只要完成了本土的工作 跟谁做这笔交易 我并不在乎 可是夫姐 我们现在这么做 这不是主动让他们找到我们的破绽吗 你看 怎么会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两军交战 从来都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是不可能 全部铲除敌人 要想彻底地打败他们 那就要让他们放松警惕 你见过毛是怎么玩老鼠的吗 他会先把老鼠弄得云头转向 一口 一口也要住阳海 是 我见 一南 快坐下趁热 快坐下 快坐下 母亲 我都已经吃饱了 一口没动 你以为母亲不知道啊 尝尝汤怎么样 尝尝汤 好 对了一南 什么时候 请姚小姐到家里来吃饭呗 怎么 母亲也喜欢姚小姐 你喜欢的 母亲自然喜欢 姚小姐 姚小姐 怎么了 这也就是你们没配 稿件 谢谢啊 哎 姚小姐 还不下班 这不是又来稿子了吗 我帮你看一下 好像是照片呢 哎 果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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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照片 每天我能说的好多 我看我不用加班了 这可是这个日本人 当街打人的照片啊 咱们通讯社 可是规定了 一律不准刊登 不利于终日友善的东西 是啊 所以我现在可以回家 不用加班了 也是 这把姚小姐的解放 那我走了啊 拜拜 再见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我看一下 我估计这篇文章 应该是爱国人士写的 最近我们报社 经常收到这些稿件 还有照片 先不说这个了 这次文杰真的很冲动 他这样做很危险的 万一拍照片的 不是爱国人士 是汉奸 那怎么办 这小子真能成能 他就不知道 什么叫后果不堪设险 这个稿件 别的人知道吗 还有我一个同事 刘明波 他看到了呱呱的照片 幸好我手快 把新风抢过来了 他没有看到文杰的照片 这太危险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 不是这些 而是稿子的作者 他发现我们 没有把他的稿子 刊登出去 就会拿着这些东西 去找其他的包摄 到时候就麻烦了 必须要找到这个人 销毁所有地片 可是我们没有地址 新风上没有写投地地址 这件事情我来办 对了 你那个同事 不会节外生枝吧 这个你就放心 交给我去助理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一定要保证安全 嗯 我会的 当时那小鬼子 他欺负个小孩不说 有个老百姓 上去呢 想把那小孩给扶起来 嘿 这俩王八蛋 拿这次高的捅人家 你们是没看见 要是看见了 非得气死不行 嗯 文姐 我觉得你这事 还是有点貌似 不貌似 我跟你说 我这叫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知道吗 哼 可是你坐也要找个隐蔽的地方 我说瓜瓜 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呀 我倒是拦得住啊 不用拦 你说那个时候 我能当缩头乌龟吗 是吧 那小日本子 在咱中国地界上撒野 我就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不是 那你说这事 要让队长知道了 你怎么交代 队长要知道了 非得夸我不行 哎 哥儿姐 我跟你们说啊 就当时那小鬼子啊 他们就拿那刺刀 啪啪一刺唬 我跟你说 我直列拔刀 我硬要致上 硬要致上硬要致上 我硬要致上 硬要致上 来 队长 啥时候来的 我真是 你看看 什么女人 世伯姐 看清楚 你不是说没人看见吗 是啊 是啊 当时没人啊 这是哪个人 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了这是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的 沈文杰 你让我跟你说多少遍 才能记清楚 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可能好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 会给你给沈家给我们 带了多大马 现在为了保护你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些照片的底片 把它销毁了 这种没有意义的行动 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 付出多大代价 谁也不知道 对对对对 是在拿回底片 那那那我现在就去 站住 从现在开始 取消你所有任务的资格 队长 这小日本子 在咱中国地盘上 杀咱中国人 连眼珠子都本来炸一下 什么的 你别拉住啊 今儿我非得说的说的 队长 我们哥几个跟着您干 完成任务 为什么 不就是为让咱老百姓 过上踏踏实实的日子 不让人欺负吗 今儿这事 你别说是我碰上的 就是你们哥几个碰上 就眼瞅着 那小孩让那小鬼子 来回踢来踢去的 不管 你也太幼稚了吧 对 你以为你打伤几个日本人 就能为中国人报仇了 我是幼稚 我是傻子 咱们天天在这呆着 连任务都从天上掉下来了 这回幼稚 别急 你别急 你别拉着 文杰 现在最重要的是销毁底片 对啊杰哥 这照片 要是真落到别人手里 那咱们麻烦就大了 怕什么 大不了我去杀了他们 同归于尽 此能解决问题吗 好 那你现在就去 去 杀小鬼子去 去就去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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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地址都不知道 你去哪找去啊 你们俩还有任务 这是拍照片那个人的地址 给你们看清楚了 那个人的配文我看过 应该是一个有血腥的中国人 你们只要把底片得回来就好了 不要伤人 也明白 时间很紧 今天晚上必须要拿到底片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是 快去吧 队长 行了 快走 好 站 没有我的命令 你跟呱呱 不能离开这里半步 你撒给我 你没看出来吗 我干这个也是错 干那个也是错 我打几个小鬼子 我都打出错来了 还不如把我绑起来得了 沈文杰 你要是不服就跟我打一架 你别以为我不敢 那就来吧 那我要是打赢了你 你得听我的 打赢了再说吧 行 是这 就是这 我是给你 我 我 你 我 不要 不服 不服 队长 因为 队长 我打小鬼子有什么错啊 你怎么有针对我啊 你冲动有错 你考虑过我活不了 我靠了什么后果啊我 就算他们找上门了 我沈文杰一个人靠 你真能啊你 你是贴打的你 沈文杰 我今天就是要说说你这英雄主义 好 你一个人能打 一个人能跑 可以 那鬼子追上来 你考虑过呱呱吗 如果他跑不了怎么办 你连自己的人都救不了 你能救谁你 别动 我再问你 如果小鬼子跑到你们沈家 你考虑过你们家老太爷吗 考虑过吗 还有 如果小鬼子发现这里 发现我们的据点 以后我们怎么执行任务 怎么执行任务 这是 这里没有合适 还废话 行行行 撤销底片 为什么不让我去 不是 你觉得你能去吗 你现在的情绪能去吗 行行行 不 我的 我曾经告诉过你们 一个军人一个战士 在战场上 必须要随时保持清醒 你觉得你现在还理智吗 这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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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轻点 扶准 扶扶扶 扶了扶了 好 好好 队长 你还真吓狠手啊 队长 刺手 刺手 队长 你还真吓狠手啊 队长 你还真吓狠手啊 队长 你还真吓狠手啊 起来 我起不来了 我 我胳膊脱臼了 慢点 慢点 队长 你还真胆一点 队长 你还真胆一点 队长 你还真胆一点 在这 快起来 都不识 自己找找 队长 这卷上面是漆血的是昨天的 应该就是这个 走 队长 你们折腾得也挺累的了 喝口热茶 喘口气吧 嗯 瓜瓜 行 你搁这儿吧 你出去看看 看看他们回来没有 队长啊 你看我刚才都承认错误了 下次我可以参加任务了吧 那得看你能不能从大局考虑问题 至于下回能不能参加任务 再看你的表现 我一个人定不了 再跟大伙商量 没有 我知道了 我知道 错了 那你还没完没了了呀队长 你真知道了 我真知道了 我 我其实吧 我这次 我确实是 就像您说的那样 我太冲动了 可是 我看见这小鬼子欺负咱中国人 我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我恨不得见一个杀一个 我杀一个我都不解气 我得杀俩 你看你又来劲了是不是 你又来劲了是不是 你又来劲了是不是